GFRIEND成員姓菲銀河研製在團體解散後 組成了三人女團BBG 在今年2月重新出道 姓菲日前接受了訪問 談到GFRIEND的無預警解散 當時成員是在解散新聞發布前一個月時得知消息的 但並不知道何時會發布 成員們也無法先跟粉絲開口 這也是為何在前一個月成員們在直播時都在哭泣 雖然早已知道會解散 但到了新聞發布的那一天 成員還是在宿舍房間哭了 姓菲還說去年是非常艱難的一年 更是遊戲以來哭的最多的時候 感覺把這輩子的眼淚都用完了 而姓菲坦言自從2019年推出的Fever後 便陷入嚴重的負面情緒 開始很討厭看到自己表演的舞台 以前很愛看自己直拍的她 再也不想看了 一直到解散前最後的Marco時期都還很低潮 沒有熱情和動力跑行程 但那時候並不知道那就是團體最後的活動了 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懊悔 覺得沒展現出積極的模樣很遺憾 也因此在重新出道後 她決定要找回出新個奴隸才行 現在的他們沒有選隊長 是因為他們都認為GFRIEND一定會在合體的 唯一的隊長永遠都只有索任姊姊一個 於是把那個位置留下來了 訪談除了讓粉絲心疼又感動之外 更是直批前公司真的太過分